咱们养花的时候一不小心用多了除草剂怎么办 相信好多花友也遇到一个问题 昨天有花友说到了 他说老花友救救我的月季 去年的时候他喷了一些寸草无声的除草剂 而导致今年种下去的一些月季苗子长得整体的不好 然后问我怎么办 如果说初宝们如果用的量比较大的话 碰巧是在土地上用的比较多 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些粪肥 然后再加入一些菌肥 就是可以来重新发酵一下土壤 他问我可不可以换土 当然了把土全部清掉换掉是最简单直接有效的方法 如果说没有这个经历的话呢 可以去用一些个粪肥 然后用一些个菌肥一些个呢 让它重新改良一下土质 如果说已经种上去的植物出现了这种不好呢 现在能够做的就是用一些个植物生长调节剂 就类似于基数类的一些个 你比方说赤梅树啊 引朵丁酸啊 就是促进它发育啊 促进它生长 以及促进它生根的 一些个植物生长调节剂来解救一下 然后再适当的再该追肥的追肥 然后每一两天呢 就要喷湿一下叶面给它冲一冲 因为它从土壤里面吸上来的一些东西啊 它会有时候残留在叶片上面 就是现在人厚厚的洗澡是一个道理的 把它出的汗质全部给它洗掉 冲洗掉 这样的话呢 能够很大程度上去解救这个植物 如果说已经并入高框了这个植物 可能是就没得救了 如果说还有救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一些个激素啊 我说到的这个东西 你可能听起来比较模糊 就是说咱们园艺行业里边有的东西呢 就是HB缸101啊 生根液啊 生根粉啊 还有就是赤梅酸这个都能买到啊 还有就是像繁粉水啊 这些个 还有就是你像买到的一些个 菌肥 就像枯草牙包杆菌啊 以及一些粪肥 发酵过的粪肥啊 都可以去弄到土壤里面 去喷丝的喷丝 该弄的弄 去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个事 如果说没有种植物呢 也可以用一些个石灰粉 石灰粉呢 可以再翻一翻地 该上一些粪肥的 还是上一些粪肥来解决比较好 当然了 希望初保们 千万不要遇到这种情况啊 不要误用什么杀虫剂 杀粗草剂之类的 导致的花花不好 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嗯 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 希望花我们呢 养的花越来越棒 我是老花一 也要花最正一 咱们下期再见 拜了